大家好 我是Kelvin 今集IB收息系列第77集 讲债息挂欧优先股 最近美国10年债息升到1.7% 我个人认为债息还是正常合理的水平 但如果担心债息继续升的话 今集就会讲一只投资产品 回告是与债息挂欧 即是说债息升 派的息就会越来越高 普通美国优先股 都会有一部分是Fixed Flow 即是说一开始定息 某个日子之后 息率就会浮动 但大部分的美国优先股 挂欧的 都是3个月的LIB 大家可以看到 3个月的LIB 其实没有升过 现在都是大约0.2% 但反而加拿大的优先股 是用加拿大5年的国债息率挂欧的 而加拿大和美国经济 国债息率是非常类似 加拿大和美国的国债息率 是非常类似 可以看到 近两个月开始急升 而现时的债息是0.972% 加拿大优先股的玩法 或者条款 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慢慢去解释一下 优先股 就是介乎债券 和普通股票之间的投资产品 优先股就会好像债券 定期的派息 未必有一个实际到期日 但会有一个call day 让公司有权收回优先股 今次我就拿其中一间 加拿大utility公司 Ambitch来做示范 可以看到 Ambitch旗下 也有好几只优先股 不同息率 它会用不同的series去代表 例如这一只 enb.pr.b 即是seriesb的优先股 加拿大优先股大部分 都是25元加币 来power value 发行和收回都是25元加币 但可以看到 例如 enb.pr.b 現价是15.7元 即是有接近37%的折扬 一会再说 为什么会这样 也都可以看到它的派息 是一年派息四次的 即是玫瑰派息 这里我先去介绍一个 加拿大优先股的网站 Canadianpreferred shares.ca 里面有很多有用的资料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五年割债的债息 我先去Ambitch 这里才可以看到 公司的评级是BBB加 投资级别 这里可以看到不同series的优先股 我们就拿回 CUSB enb.pr.b 这一种例子 现价15.74元 留意它的fixed rate 就是五年的割债债息 再加2.4元 这就是挂欧的息率 五年割债 再加2.4元去派 用回现时的派息 每年就派0.8536加币 再去除现价15.74元 就可以算到 现时的回稿是5.42% 每五年公司就有权用25元加币去收回 又或者去不收回的话 息率就会reset 我们暂时不收回 我们暂时不太担心收不收回这个问题 因为大部分加拿大优先股 本身有折扬 收回的时候还好 我们还有赚 不过通常就没那么好死地被赚 不知道可以看回 他那个reset date 就是2022年6月1日 我当他22年不收回的话 下一个派息 就会计算5年的债息 再加2.4元 如果用现时5年的债息 0.972% 那就是0.972 再加2.4% 就等于3.372% 但记住 这个3.372% 派息是用25元PW来计算的 即是实际收回的利息 大约是加币0.843 除了现价 大约是5.31% 这里看到 这就是他那个reset 息率的机制 明白了之后 重点就是 如果预期债息会继续升 例如我们升到 let's say 如果他升到100年中左右 2.392% 2.3% 2.4% 他那个reset 的位置 就会变成2.4% 再加2.4% 就是4.8% 用回25元PW来计算 一年就收过二的利息 再随回现价 回报就会升到7.62% 单单是预计债息的升幅 其实就已经令到 这种优先股价格向上了 我们可以看回 这种优先股的五年股价图 其实近些两个月 预计债息会上升 所以股价都已经升了 所以如果债息能够继续升的话 其实就很可能 他的价格是可以升回 之前100年左右的时候的 18元或者19元这个位置 令到他的息率会合理 所以回答之前 为什么这种优先股 会折让这么多呢 原因不是关于公司的问题 而是当初他发行的时候 加拿大债息在高位上 而加拿大优先股 就非常受到债息的影响 所以价格就跌了下来 所以才有现在的一个 相对折让的机会 亦都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加息的周期 就会对这一类的 债息挂欧优先股是有利的 另外也要说回 如果香港人买的话 就要收15%的股息税 加拿大股票或者优先股 就不多证券行也能买的 当然在IB就可以买得到 佣金也不贵 最低每一次就1元加币 就视乎他的数量 说起IB IB最近找到合作了 希望大家可以 在下面下面的连结 我会有一点回赠 可以支持一下频道的盈运 多谢大家 如果有其他 关于加拿大优先股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记得订阅Patreon 加拿大优先股 我最早在去年年尾 在Patreon里有说过 如果去年年尾有买的话 拿到现在应该有不错的升幅 所以想知道最新的收取产品的资料 记得要看Patreon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